香港第五波疫情持续蔓延 2月21日香港多地低温降雨 当晚7时 记者在位于香港元朗区的同乐节看到 路上行人稀少 不少店铺已关门 没有了网络的热闹 不少市民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告诉记者 现在外出都会格外注重防疫措施 包括戴好口罩 做好消毒 以及保持社交距离 现在出门之前 我都会戴两个外科口罩 以及每逢接触不同的人士之后 我都会特别清洁和消毒 回家入屋之前 我都会将消毒药水 是会全身噴光 私自入门口的 然后再将衣服拿去即时清洁 现在这样的疫情 我觉得在香港 我会减少了外出 我已经一个礼拜才出一次 其实我听到 可以三岁小朋友打针的时候 第一天已经带了我两个小朋友去打针 有数据显示 随着农历新年后第五波疫情的快速扩散 港人设议中的负面情绪出现了大幅波动 焦虑情绪也曾一度达到峰值 不少市民向中心社记者表示 尽管香港疫情面临严峻挑战 但仍对香港战胜疫情充满信心 所以我觉得其实社会怨气 虽然前一阵大家都有一些恐慌 但是这一阵随着中央的一些支援措施 随着特区政府的一些职业配合 加上一些内地的一些支援来到香港 令到大家放心安心有信心 所以整个社会的气氛开始平和了 我对香港的战胜疫情绝对有信心 因为有中央对香港的支持和关怀 以及全港市民一起团结抗疫 上下一心,众志盛盛 所以香港一定没问题的 大家都见到广东省都陆陆续续 有好扑大的医疗队友人员 都来到我们香港去支援我们 防眼实验室都有一套,两套 现在甚至第三套都即将开了 陆陆陆续续有好多不同的一些部门 都已经帮我们建立这个隔离的设施 我相信这个疫情会进化去击退